OK來解釋一下 現場錄影我很有壓力 因為代表這邊亂七八糟 都是我弄亂的 好來 現在我們現在用這個來準備煮粉圓 那這邊是 這個鍋子是1650瓦 跑到哪邊去 這邊 這邊是1650瓦 自動機拍一下 這是110V的1650瓦 那時候插在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煮紅茶的時候 會用這一個 但理論上不能同一個 Brega Brega B-R-E-A-K Break 然後叫Brega 來幫我接手 然後跟著我走 來我過 來 來那個 這個 好了 你是研究生你要選 你是媽媽你也要選 來 這是實驗室的那個 我們的配電盤 好 那沒事不要開 那我是沒有證照的水電工 來 我們現在剛才那張桌子對不對 這邊是220 上次我測過 這是HOOD 就是抽氣櫃 好 那下面這邊 這邊是110 110裡面會有桌子 中央桌12345678 邊桌等等的 所以它一個東西都做多少 40 40 40安培 40安培的話 它算電功率的時候呢 40安培的話 假設1165 我們看那個鍋子1165對不對 出於110伏特 大概15 安培 15安培的話 它那個桌子理論上40安培 綽綽有餘 但我們一般經驗上會抓個打八折 40打八折就是 30左右 打八折30多 但是我經驗上 我不會這樣子用 我會換另外一個桌子 因為它不同桌子 不同BREGA 什麼 換一個桌子 好 OK 好 那就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換個桌子 好 謝謝